我是Kevin 對 因為我們是護理系的 我們團隊目前有三個人 就是我的好朋友 我們的標題就是Bed Drone 其實大家可能看這個不知道在幹嘛 可能知道跟Drone有關 我們先看一下Bed Drone是什麼 Bed Drone其實是怎樣 那看這個可能也不知道在幹嘛 等一下我們會回來這個圖解釋一下 我們到底想要做的是什麼東西 好 那我們的起源其實是這樣 在5月的時候 台北政府的data.台北開放的一筆資料 是複佑犯罪的現場 然後他蒐集了1月到3月就是一季的資料 然後我們想要把哪次東西拿來做很簡單的應用 那但是我們真的點進去的時候會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最近也點進去看 然後因為我們其實5月就一直在關注 然後每隔一個月就關注一次 那這個是台北就是台北市政府那邊公佈的資料 那這邊啊就是他說1月到3月 然後我們先放大來看一下 他們8月10號就是這個月的時候更新了一次 他說現在是6月4月到6月 然後我們是真的想用這筆資料 但是我們發現收入期限是1月到3月 然後他的標題上面竟然是寫4月到6月 然後他發佈時間又是5月21號 結果他最近更新時間是8月10號 然後我們其實不懂就是到底這筆資料到底怎麼回事 但是如果我們先假設如果這筆資料可以用的話 我們會打電話之後會打電話吹這個人 這個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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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打電話吹那個幹事這樣 然後希望把他們那筆資料吐出來 因為我們相信是有資他懶得更新 然後就說他更新了結果沒有貼 那如果有這筆資料我們到底可以幹嘛呢 其實我們現在想要找的人是 有收集資料的經驗者 因為我們希望先補齊那些資料 或者是那些附幼的資料 我們有那些資料之後 我們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結合軟體跟硬體 那軟體跟硬體可以幹嘛 第一個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 當你下載一個APP 然後他可能會追蹤你的位置 然後當你就是譬如說有家裡有小孩 或者是女生玩笑回家的時候 經過那些熱點 那些犯罪的熱點 就會跳出來跟你說 這邊之前發生過了 就是這邊自然不太好 然後告訴你 所以要小心一點 這是我們第一步要想要做的 這是軟體的部分 那這其實很簡單 因為是iOS Android上面的 其實很簡單就可以拖到 那第二個事情是回到我們的主題 bedroom 我們希望做到的一件事情是 這個東西還是很不明確 我們回來看一下這邊有一個人 他在呼叫 我們希望做到的一個是 這個drone可以跟著他拍 如果你今天想要這個APP上 然後我們說我點一下 我想要有一個守護者 就是bet 就是點蝙蝠俠跟著我拍 然後我在回家的路上 在這個熱點上面 我就會安全一點點 甚至可以把這個影像直播給你的親朋好友 那這個資料可能會存在政府警察機關這樣子 那現在當然會長得比較像是這樣子 就是目前比較可能 因為這比較容易畢章 那為了證明我們 因為我們這團隊其實有一個是重度的 重玩家 就是無人機玩家 那為了證明這件事情就是 我們其實 好 我們其實之前做了一個這個東西 那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這個分享出來 就是我們證明我們之前做過類似的東西 就是我們可以用 可以寫出這些字的嗎 那時間到 不好意思 那有興趣的話 我們應該在那一區 所以有興趣應該可以過來找我們 稍微討論一下 好 謝謝 對 那